最近我拜访了一位民间股市高手,和他细聊之后才发现,他从最初不到十万本金入市,仅仅三年时间,资金就赚到了七倍数。 仅凭量能绝密战法这一招,就实现了炒股养家,财富自由,市场85%的战法他都用过,但最实用的他认为还是看量能。 如果你想把股票当做第二职业,用来养家糊口,建议认真学习他总结的量价八大口诀,尤其是后五句,仔细研究使用,少走十年弯路,同时战胜90%的股民。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。 成交量绝密八大口诀,第一,上涨中平量,创新高有望。 第二,下跌初期放量,主力卖出,别上。 第三,高位放量震荡是出货,低位震荡放量是建仓。 第四,底量超顶量,买入坦荡荡。 第五,后量超前量,主力加分量。 第六,缩量再放量,买入没商量。 第七,低位放量涨停,折击跟进漂亮。 第八,放量连扬过顶,暴涨拉升不停。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上涨中平量,创新高有望。 一般来说,在明确的上升趋势中,缩量和平量都说明了大资金的吸收。 我们在直播时不断强调,根据卖在买先的原理,平量和缩量都代表吸收,尤其是在明确的上升趋势当中。 所以,未来会有继续创新高的动力。 而接着,如果在后面高位放出天量,就要谨慎了。 例如,途中这一段上涨时,下面的量能几乎差不多,所以会持续的创新高。 但如果来到相对高位,放出了图中的这两个相对的天量,那么基本上就非常危险了。 这里是非常不适合最高买入的,而适合短线盈利减仓的位置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一个美股的实在案例。 图中的美股Plantier,在前面的这一段上涨图中,下面的量能几乎就是一堆平量。 偶尔有一些较高的量,就是短线出现了回调。 而图中,这个位置的跳空大涨冲高,在高位出现了成交量的天量,随后出现了射击之星,然后迎来了下跌。 可见,在上升图中趋势明显时,缩量和平量代表着吸收和具有潜在的动力。 而一旦来到高位,成交量放出天量一定要谨慎,切不可乱乱的追高。 好,接下来,我们来看第二个口诀,下跌初期放量,主力卖出别上。 图中的美股甲骨文就是这样的效果。 一般来说,这个口诀指的是,在趋势刚刚开始出现了回调,下跌初期,放量一般并不是好事。 为什么呢?因为放量下跌说明了资金对股票的不看好,所以才会出现持续的量能放大。 根据卖在买先,说明恐慌性的抛售不断出现。 一般来说,这就是打开下行空间的开始。 而下跌一段时间后,幅度,脚深,位置相对较低时,放量和缩量都是好事。 当然,涨停跌停除外。 我们来看一下甲骨文的效果。 前面整个上涨途中,量能以平量和缩量为主。 但是,在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回调,下跌,反弹,再下跌。 整个的下跌初期过程中,我们看到的是成交量不断的创出新高。 这说明,主力明确在卖出货。 抛售盘很多,如果不是,绝对的有把握。 千万不要轻易的进场。 否则,正好买在下跌的半山腰,后面跌的是太惨了。 而如果以图中的案例,像下跌的后半段再次出现,下跌持续,成交量开始萎缩。 这里,后面如果出现止跌期吻,反倒是比较安全的。 因为这已经是下跌时间和幅度都很深的位置,而不是下跌初期。 我们再来看第三条,高位放量震荡式出货。 这是AMD的走势。 前面的这一段上涨初期和中期,成交量整体上是类似于平量。 而后面一个跳空缺口之后,股价在相对高位来回震荡,成交量略有放大。 这就是一个相对高位的放量震荡。 一般来说,这就是出货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相当于成交量的放大,股价却放量的滞涨。 明显是买方力量不足,有大资金出货现象,随后果然只是小资金和散户的支撑,无法让股价拉出大阳线。 都是几根小阳之后,立即大阴,几根小阳立即大阴,甚至绵绵阴跌之后,反弹无力,再次出现大阴线放量。 也就是说,缺乏了阻力的护盘,散户是没有办法支撑已经出货的股票走势。 同样,低位放量震荡是建仓,它指的是股价经过下跌之后,来到了相对低位。 股价也许还能在低位创出新低,但整体上已经开始止跌震荡横板,成交量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放量。 低位放量往往会出现,换手率很高,代表之前的成交低迷变成了突然间变热。 一旦相对低位,成交量放大,换手率高,代表开始回暖,甚至后期变得很热。 说明更多人愿意交易买进这只股票。 所以,低位放量震荡是建仓,一定要注意,这是一个很好的买入信号。 途中的案例就是美股的MARA。 接下来,我们开始讲后五个口诀,其中第四条,底量超顶量,买入坦荡荡。 该口诀是什么意思呢? 一般来说,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区域内,找到一个重要的历史高点,把下面的高点区域的量进行计算。 然后,经过绵绵下跌之后,来到一个相对的低位。 这时,成交量竟然出现了在相对下跌低位的量能,明显高于历史高位的成交量。 那,这就是底量超顶量。 途中的特斯拉在经过除权之后,2020年以及2021年,最高点大概是414美金。 持续下跌之后,在相对低位最低点来到101美金。 相比之下,就能看到成交量出现了底量超顶量。 也就是说,当股价到达阶段性底部之后,一般是下跌时间幅度都很深,成交量却突然异常的放大,出现了底量超顶量。 这时,有两种买入方法。 第一种,当发现底量远远超过顶量时,可以立即介入。 第二种,相对保守的股民朋友,可以等待第二条,底部的5日均线,金差10日均线,也可以进入。 于是,我们看到特斯拉在今年1月份出现了起涨信号之后,股价迅速地实现了翻倍。 甚至在回调之后,又走出了更高的价位。 再来看第五条,后量超前量,主力加分量。 该口诀指的是,后量超前量表现的是,主力在不断的建仓和加仓,并且仓位在不断的增加。 主力的仓位越来越重,所以后面的股价上扬空间肯定更大。 否则,不足以出货。 那么什么叫后量超前量呢? 我们来看图中这个案例。 股价上涨形成阶段高点,回调之后,立即出现前高被突破,成交量放大。 然后再次形成高点,股价再次经过调整之后,再次突破了前高,成交量再创新高。 甚至在这个位置,阶段性短期高点再次被突破,成交量再次创出新高。 那这样的走势,一般在中长期可以坚定持股,因为主力不可能马上出货完毕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个口诀,缩量再放量,买入没商量。 一般来说,我们使用第六条时,一定要剔除一些冷门股,以及明显的下降趋势的个股。 尤其是处在陡峭的下降通道的个股。 选择那些曾经连续放量上涨,近日缩量回调的个股进行跟踪。 一旦股价企稳,重新反转,并且放量上涨。 这时会出现五日均线撬头和十日均线形成金差,就可以果断介入。 图中的这个位置,不仅是五天均线,金差了十天均线。 而且有放量一阳穿两线的走势,实在是太完美了。 通常我们在使用这个方法时,一定要确定这样的股票走势图,六十均线要维持向上的走势。 图中的白色均线,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六十均线,也是季度线,是波段的交易决策线。 随后AMD再次出现回调,即使股价略微跌破了六十均线,但六十均线还是向上的。 然后我们看到前面也是股价放量上涨,然后缩量回调,靠近六十天均线,容易出现波段的转折位置。 果然这里再次出现了五天均线,金叉十天均线,并且放量上涨的位置,直接入场。 果然后面还有一波不错的机会和大肉。 第七条,低位放量涨停,择机跟进票量。 所谓涨停是指在中国A股市场里,上涨10%则是最大极限。 在有些市场不存在涨停说法,我们可以用比较大的阳线,例如大于10%的阳线。 我们在使用这一条时,途中的AI该股票就符合这个案例。 那么放量,尤其在低位放量,一定是有原因的。 假如在高价区,高位放量,一般是阻力,对外放量,并且在一些价位上送上大卖单,然后将其吃掉,显示有跟风的魄力。 如果某些位置放上大买单,显示护盘的决心,但是高位的这样的表现都是假象。 而反过来,如果在西亚界的相对弱势低位出现对敲的大放量,说明机构或者主力将要拉升一波行情,可以折击跟进。 有人可能会说,这种量放量可能具有欺骗性,机构可能对敲,但即使对敲,它也是机构的主力行为。 而图中的这个位置,除了我们可以利用涨停来去判断,还可以结合成交量的放量有多大。 例如图中的AI,它是一个比较活跃的股票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当天的涨幅这一天来到23.4%,换手率更是来到了惊人的45%, 这样的位置绝对是非常夸张的一种机构行为,或者说大资金以及多方的强势出击行为。 那这样的位置,如果择机入场,后面可以享受疯狂的暴涨,因为在整个的飙涨过程中,可能一天的涨幅至少10%。 而如果中国A股可能会出现连续涨停板,是很多散户的梦想。 而在其他市场,如果能够出现一些大阳线,那也是非常容易赚钱的一波行情。 如果说价格的涨幅是至少10%,才可以称为低位放量涨停。 那么量能的放大有标准吗? 一般来说,这样的股票往往都不可能是大盘股。 所以一般来说,小盘股的换手率最少要单日超过7%到8%,才可以配合这样的迅速短线暴涨。 接下来,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口诀。 放量连扬过顶,暴涨拉升不停。 该口诀其实在实战中经常会出现,它需要三个条件。 第一,股价在冲过前一个头部时,放出巨大的成交量。 途中的案例是特斯拉,在2019年2020年的走势,其中经过前一波上涨,形成阶段顶部。 然后回调震荡,突然一个跳空缺口大阳线,直接冲过了前面的顶部。 我们经常跟大家讲,在一些关键位置的前期高点,往往容易出现黄金缺口或者超级大阳,直接过掉前高。 这时如果放出巨大成交量,绝对代表了多方的强烈的启动愿望。 这种成交量有时是前几个交易日的几倍,途中这个位置就很清楚。 第二条,放量时有时是单根巨大阳线,有时是温和放量的几根阳线。 总之,在冲过前期头部时,有成交量的配合。 而一般来说,多根放量的阳线,效果肯定比单根的阳线更好。 例如,途中至少有两到三根特别的夸张放量,那更能说明,这不是短期突发性行为,不是昙花一现。 而且随后的股价,我们也学过,像这样的位置,如果有大阳线,或者有缺口,随后的股价能保持在上方,或者即使有震荡,也没有回补,或者回探缺口,或者阳线的实体区域,绝对说明买方力量增强。 那,这一次的多方启动,可能就是主力的明显强势拉升行为,不管不顾别人看法,这一般都是强装的拉升行为。 第三,放量突破后,中短期均线必须是多头排列,图中的均线就非常清楚,交代的很清楚,明显的都是向上多头发散。 以上的量能绝密战法,成交量八大口诀,建议大家仔细研究使用,反复学习观看实战。 在实战中有任何问题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,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录老师,关注转发,加点赞,下期精彩,持续看。